在新北市的板橋 昨天中午有驚傳槍響 有一群黑一二煞搭了 八臺的計程車到當鋪來犯案 先是砸店 又開三槍 洩份 當鋪隨即 也從店內來掏槍反擊 根據瞭解 因為雙方是有債務的糾紛 不過事發之後 一名二十六歲的林姓男子 突然帶著手槍到分局投案 警方巡線追查 目前已經逮捕了十一人 包含主嫌和槍手 也插獲兩把手槍 扣下了四輛計程車 要繼續來追查共犯 好幾輛計程車圍停路邊 黑一二煞持棍棒下車後 直衝當鋪航 對著玻璃門一正猛砸 就連起樓機車也不放過 下一秒只見槍手從口袋掏出 遇藏好的改造手槍 連轟三槍 隨後一夥人 跳上車離開 案發現場玻璃裂成直逐網撞 機車倒一排 地上還留有彈殼 惡煞光天化日下 大膽開牆尋仇 恐嚇意味濃 火瓶衝突發生在新北石板橋 檢報調查 導火線是一名小黃問獎 他同時積欠自己車行 及之間被砸的當鋪債務 28號當鋪老闆拿不到錢 巡献找的問獎扣下他的車 車行不高興 認為資產是他們的 隔天直接帶20名小弟砸車開槍 泄憤 車行的臨性槍手開三槍後投案 而當鋪的人也開兩槍回擊 目前得知那個患賢有一名 身中兩槍 這個手臂一槍 還有腹部一槍 檢方巡献逮捕十一人 包含祝賢及槍手 也查獲兩把槍 扣下四輛計程車 將持續追查 是否為幫派尋仇 不讓肖長扼煞 逍遙法衛 記者新美式綜合報導 作詞紅包含祝賢 探索 時代表 製作案 詞索 leş 寶貞 錦 起 呃 前 製作案 詞索 製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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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案